我回到剛剛在講這個歷史部分 大家都提到歷史 其實台灣今天很大問題 確實是對歷史的認同出了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出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我在台北市議會看到的例子 有一次有一個民進黨的議員 他召開一個記者會 記者會的內容是什麼呢 他在講一個教科水面一個地圖 上面把大陸跟台灣都標上了中國 他就痛罵這個教育局的官員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你們這樣把小孩子都叫壞了 就他罵罵罵 好罵完記者會結束了 可是我當時在旁邊看我有一個感想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政治人 我明天就開個記者會把這個官員找來 你做得很好 沒錯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沒有人這樣做為什麼 因為今天台灣的統派不爭氣 台灣的統派 沒有去做到他應該去做fight 在意識形態對抗上的這件事情 所以最終整個台灣的意識形態 開始像獨派不停的倒 倒到今天已經變成大家已經沒有這個認同了 那再回到剛剛很多人提到抗戰老兵 但是我們在講這個愛國 抗戰隊它是一個愛國的表現 可是對很多台灣人民來說 像我阿公他當台積日本兵 他覺得那是你們的國家 跟我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認為今天我們把這種所謂愛國 或者說這種所謂過去的歷史 應該把它重新再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應該把說今天這個 所謂八年抗戰的勝利 是大陸人民的勝利跟台灣人民的勝利 台灣人民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是台積日本兵 我有什麼勝利 我們戰敗啦 錯了 是台灣人民終於掙脫了 日本殖民主義的一個勝利 而把抗戰老兵跟台積日本兵 應該放在一起 做一個族群上的和解 這對台灣的未來 才是真正有幫助的事情 說今天你是身處在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那個年代 那你願不願意犧牲 那剛剛大歡兄 你講的還是比較偏向歷史層面 就是說也許 非革命而沒有希望啊什麼 可是問題 更簡單來問是說 你也可以不參加 這個國家到底要怎麼樣才有希望 也跟我可能沒有關係 我認為還是有關係 因為一個國家的強盛會影響到 BF會繼續看 用個簡單話來講 就是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 能不能夠抬起頭的問題 對於當時的七十二烈士來說 他們會認為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 好像是被當成一個下等的 是被拿著皮鞭抽打的 是個抬不起頭的 所以你認為說 你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 你為了要能夠抬起頭 你會願意為這個國家去做很多事 包括犧牲 OK 好 那瑞哲 你願意做烈士嗎 你說什麼時候 七十二烈士的年代 你會願意做烈士嗎 在那個年代沒有問題 如果說 我沒有問題 你講得很輕鬆 如果說在那個時代背景下 中國確實是遭遇了外患 然後我們自己的政府沒有辦法 當年的清政府沒有辦法 對自己的人民有所保護 然後又導致列強的入侵 然後知識分子沒有出入這種狀況下 那其實 如果當滿清 你跟他的訴求 他沒有辦法回憶你的時候 那其實有的時候只有革命意圖 可是如果是在現代的話 那有的時候我其實也難以要問問 我會呼應建宏講 就是有時候我要問說 一個年輕那麼愛這個國家 這個國愛他的子民嗎 對不對 有的時候我會要問 那在這種情況他就未必 但是他講得對 如果是經濟的層面的話 我認為有可能 就是說當你發生到 老百姓真的 我們連基本的那種 都沒有飯吃 或說那種物價一直在上揚 那一定會發生問題 縱使沒有革命 我看也會有發生動亂 可是瑞姐 我還是要挑戰你 你說這個國家 有沒有愛這個人民 會影響到你 願不願意為他犧牲 那以季十二烈士那個年代 你覺得清朝 有沒有愛他的人 就是因為沒有愛他的人 他才要隔他命啊 對啊 那所以說 如果今天這個國家 他不夠愛你 那你會不會愛他 就是你那個國本身是什麼 我們可能要區分一下政府 如果說今天是清朝時代 清朝末年 你作為一個滿腔熱血 然後前途看長 比如說以林學民 以方生棟做例子 都是當時的世家子弟 都是流血海外 前途一片光明的 那你到底願不願意 為一個不按理的政府犧牲 不願意 絕對不願意 那你會不會為一個不按理的政府 但是為了要創一個 更好的國家的未來 那我當然願意 我會願意為了國家犧牲 你會願意為了國家犧牲 我會為政府犧牲 那政府跟國家的概念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裡 跟美國人的觀念的國家 好像也太一樣 美國的國家是 它不是黨的國家 它的話 民主黨是共和黨 跟六輪體 那它還是沒理解和中國 可是台灣的話 好像是要我們全國家 你民進黨當選 就變台灣共和國 國民黨當選是中華民國 那共和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到底 那你自己把我們國家觀念都混淆了 你就是等於是換個政府 就要換個國家了 那我們當然就沒辦法 去區分政府跟國家了 OK 因為在上位者這些政客 政黨把國家的觀念給混淆了 但是你作為一個知識青年 那你自己對國家的定義是什麼 你自己混不混淆 我認為如果我是個中國人 我當然是以一個 Universal Chinese的概念來看 當然就是海峽兩岸三地 包括海外華僑 大家都是需要一起變好的 所以我現在已經進化到 我不認同任何政府 但是我愛我的國家 當然以目前而言 中華民國是比較符合 我心中現代化國家的觀念 因為至少第一個 它的軍隊是國家化的 第二個它也經歷過政黨門替 它還是叫中華民國 它並沒有因為民進黨上台 或國民黨再上台 換掉國系 換掉國號 所以它的憲法還是比較民族自由 比較偏向自由主義 所以我目前會比較認同 黃花鋼琴 蛇烈是 那個年代的中國 恐怕不會比現在中國先進 一定是更為封建 但是為什麼那個年代的烈士 它不會去責怪說 你中國對我不夠好 你政府對我如何如何 然後它會無私地說 我就為了國家犧牲 我也不在乎說 你們記不記得我 或如何如何 無所謂 這是值得探討 為什麼那個年代的人 他不會反過來說 政府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來愛你 而是我的本性當中 就有一個愛國的精神 其實我覺得還是跟不一樣 應該跟那個教育 就是那個儒家思想文化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先天下之幼而有 後天下之熱而樂 對不對 激利於當性 外勢 那個重點 我覺得可能當年 那個人受的那種 對 還有一點是 那時候青年年 真的是中國已經到 要幾乎被瓜分的那種程度 他們的感受是很深的 那也不是說現在青年年 是我們的感受是 我覺得這可能還是 我們以前過去的時候 就是變成有點偏安政權 當偏安政權下的情況下 我們的青年可能就 對政治這種這一塊 就沒有很大的興趣 甚至就 因為你男朋友 第二個他對國家大事 也沒有關懷 就會像你們港版的看 有時候看到一些事情 政府可能做的事情不對 你都生氣 但就關掉了 繼續去玩一些電腦 可是跟這個社會物質化 程度很高也有一點關係 對 我覺得 最主要是那個時代背景 不一樣 那不在於那個階段 說的文化熏陶 這個價格關係 就剛才跟他說的一樣 買彩票的事件 你買這個清政府的彩票 你永遠不會中獎 或是中獎機率很小 你買了孫文這張彩票 孫文這張彩票去革命 他獲得的那個中獎 或是他中獎的利益是 應該說他得到的光明 是遠比去當六君子 六君子也是犧牲的 他為清政府犧牲 對不對 但是人家看到了 至少他們那個時代 也看到六君子那些保皇派 欸 你們是怎樣對他們 這個他們當然也算是走到盡頭 才會轉向於革命 那你這個層次還是在於說 已經是願意救國的人 然後來選哪一條救國道路比較好 那我想問的層次是說 為什麼他會願意救國呢 我來打 可能很多人說 結果連救國都不想救啊 那個大不大快線 因為畢竟中國還是一個文明古國啊 他們認為以前的那種漢唐文化 或者是那種驕傲 他們是存在的 所以他們願意去做這樣子的犧牲 如果你是像一些小國 可能就稍微比較沒有了 你說跟這個歷史文化本身 中國儒家文化 既有的那一個好像天下觀有關係 我為天下奉獻 天下責任感的問題 那後車 因為他們看到了希望 黃花鋼的烈士們看到了希望 或許他們那個時候的看法不是很全面 他們就想著說 既然這個國家腐敗落後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把腐敗落後的原因抓出來除掉 但是現在統治者 他們知道腐敗落後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就教你尊重生命 哎呀殺人是不好的 我們要溫和一點啊 所以九二九之年輕人 就從烈士被交成了一行 我是這樣認為啊 換我來講 第一個為什麼黃花鋼是愛國 第一個他們是精英 他們是有能力改變的 但不代表他們代表大多數人 我們必須要承認說大多數的人還是以自己保護自己優先 而黃花鋼的那些人 他們那些人 我不信說他們第一他們時代的精英 他們覺得他們可以創造一個他們自己的理想的中國 那他們也是 你也不能說他們沒有私心 他們也是有他們的私心在 第二個他們認為說 他們創造這個理想中國 也是保護他們自己後面的小孩能夠過得更好 包括他們自己或別人的 但無論是為別人還是為自己 他們都相信他們這樣做是值得的去犧牲 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會對他們的後代會更好 或對中國人會更好 那你不能說他們這樣做是無私的 並不是 這樣他們幫了別人也幫了自己 是既立即又既人 那如果是這樣我也願意 可是如果當你的犧牲又不立即又不立人的時候 那你幹嘛要去犧牲 你的所謂立即是什麼 要再講清楚 就是說你既能夠幫人 那你又幫到自己或自己的後代 那你覺得黃花鋼齊勒烈是怎麼幫到自己 他們自己犧牲了 他們後代今天的中國人民族自由的 我們今天可以享受到清朝那種 所以這個可能跟我們的立即的定義不太一樣 我們對立即的定義還是就是說 他在現實上得到好處得到利益 不一定啊 那你的小孩子得到好處 或你的家人或是你後代的國家 對你而言 你等於是你創造這個國家 那你後面的人就會記得你 對那就是立人啦 那你也是在立即 你也不見得完全不是立即 那麼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到底有什麼樣的困境 最近呢大家講這個年輕人失業問題呢 或是甚至地質系 大概父母就沒辦法接受了吧 或是你圖書館資訊系這些 如果你想要做這些事 願意去專研這方面的知識 那我認為在台灣父母沒有辦法去接受 而必須逼迫你轉 必須去轉一些更好的科系 但是這些科系未必能保障你的工作 所以也造成台灣青年困境之說 第一個大環境不好 第二個他當然眼高手低也是有 第三個他找不到 他喜歡做事 因為我們這一代所受的思想 已經有開始在轉變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下一代 可能會比較會朝多元化 因為我剛才說台灣的產業升級 並沒有做到很到位 那台灣的父母也沒有開放說 那社會和台灣的父母也沒有說 願意說讓任何人朝他的自由的那個 性向去發展 所以我認為這是目前台灣 你覺得說年輕人自己對工作的挑選也很挑 這怎麼講 只要有付出有收穫的話 我想他們不會挑 問題就是他們都認為 他們付出的要比收穫的 我必須把跟我們剛剛上一個話題做一個結合 我們常想說 為甚麼現在年輕人不關心國家大事 不愛國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 當你連一個吃飽都沒有的時候 你怎麼叫他愛國呢 我們常常用比較難聽一點的說法 叫保產師盈獄 你連一個基本的溫飽都沒有 你怎麼樣呢 那個時候為什麼愛國 那個時候台灣和大陸有很明顯的敵對意識 中共要把你台灣吞掉 然後又有釣魚台 又有外交上的一些視線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如果我今天不站起來 國家就要亡了 我如果亡了我也沒有飯吃了 我也會死 這是一個有點雞生蛋誕生季的問題 就是說呢 因為要吃飽 所以他才能夠有愛國的意識 對國家做些事情 甚麼甚麼 可是繞過來又是說呢 為甚麼不是因為現在吃不飽 現在整個環境這麼的閉鎖 所以才更要站起來說些話 讓那些既有利益的人 那些制定原本遊戲規的人 聽到說我們碰到了困境 我們有些話要說 為甚麼現在這個聲音好像也沒有 就大家講說有困境 有困境 可是也是這樣子 然後有困境那繼續這樣過 然後你說有困境好像也不會死人 也沒有過去需要 就是教你小孩子要聽父母的話 你只要乖乖讀書 然後乖乖照的規則之後 然後也不要去思考任何東西 那你就不會餓死 那你既然不會餓死 你都必須改變 唯一的例外在台灣戰後室 就是保教運動那個時候 或者是後來的野百合運動 那個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要抗拒這個體制 可是當這些抗拒體制的人 等到他們變成父母的時候 他們卻用他們父母那一代的方法 去交代他們的小孩 那所以說最後又變回來了那個樣子了 所以說他們也不是真的革命 沒有錯 那可是這些被教的 其實也是我們這一代人 那為甚麼就是這樣子被教的 那明明我們這個年代 不是應該比較多元嗎 不是應該思想能夠更開放嗎 那為甚麼會反而越活越過去 活到比上一代的人還要閉鎖 比上一代的人還要消極 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